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独具创意的点火仪式 开创了冬奥火具用氢作为燃料的鲜河 氢气是世界供应的最稠淨能源之一 燃烧的时候只会产生水 碳排放量是零 为了实现绿色冬奥的承诺 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大赛区 一共投入了816部氢燃料电池巴士 穿梭在高铁站、冬奥村和各比赛场馆之间 接送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单次加满氢能之后可以行大约500公里 氢能巴士排出水蒸汽 每行100公里就能够减少7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50日的付出量 做到零碳排放之余 还能够经受着严寒天气 北京冬奥的氢能巴士 经过专门的技术优法 能够在零下30度低温启动 氢燃料电池系统的余热 还能够被车厢的乘客取暖 达到节能效果 从飞扬火具到交通工具 北京冬奥会都以轻装上阵的方式 贯设了低碳环保的绿色奥运理念 保荣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